习近平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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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用不平时 最近习近平借着在中共举行的盛大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大赞邓小平 并且当中特别还强调了 说邓小平在1989年的时候应对政治风波是历史功绩 说邓小平当时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使党和国家经受住了 险风恶浪的严峻考验 而之后他深刻的总结 改革开放进程当中的经验教训 强调要聚精会神的抓党的建设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优良传统教育 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得到提高 确保了红色江山的稳固 而且习近平还引述了 邓小平振聋发聩的告诫人们 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 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 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谁也押不倒中共 另外习近平在这段讲话当中 还特别凸显了邓小平 始终旗帜鲜明的反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还提到了苏联解体以及东欧的巨变 看来习近平就是在预示和警告 接下来在中国只要出现了 带有自由化倾向的任何的运动和风潮 官方一定会绝不手软 必须雷霆镇压 而这些年以来 中国社会当中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一些反习的声浪 令人意向深刻的 莫过于在中共的二十大的前夕 有抗议者就在北京的西北部的斯通桥上面悬挂横幅 指责习近平是独裁者 并且要求他下台 不过这名叫做彭在周的抗议者 很快就被中国的公安部门给抓捕了 但是该事件促使中国境内外的许多人 都站出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而在推特当中一些抗议的视频也悄然的流传 比如有一条影片就显示 在貌似上海的一条繁忙的商业街上 有两名女子在夜晚拉开了一条白色的横幅 与同伴一同前进 有影片显示 他们还唱起了国际歌 而影片显示横幅上是手写的黑色汉字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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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类似密码的文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不明所以 但是也有许多的人迅速的就将其与斯通桥的抗议联系了起来 当时斯通桥的事件当中 其中一条被悬挂在高架桥上的横幅就这么写着 说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风控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而另外一条横幅则是要求罢免习近平 在中国类似的公开抗议近年以来 已经是非常的罕见了 尤其是涉及到中共的领导人的反抗行动 都会导致严厉的一些刑法 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 一名女子在上海的一座大厦前面 像带有习近平画像的宣传画 扑墨表达不满 他随后被中共当局送到了精神病院 而在中国的公共场所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 还有人脸识别设备 也让抗议者无所遁形 在斯通桥的抗议事件之后 北京显著的加强了安保措施 城市的很多桥梁上面 都部署了额外的警察和志愿者 一些人就把他们叫做看桥园 而在之后无论是中共的大会小会举办期间 都会在一些重点城市的桥梁上 安排看桥园 但是根据X平台 还有Inscreen等一些海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 在中国监控摄像头 还没有覆盖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公共厕所还有浴室 不断的有类似的抗议标语出现 据说曾经在北京的一家影院的厕所里面 在墙上就被人喷上了反独裁 反核酸的黑色大字 而8964精神永远不会被扼杀 也出现在了四川的一个公共浴室里面 还有一些人使用更为隐匿的方式 根据报道说 有人使用苹果手机的隔空投送的功能 在地铁车厢或者是校园里面 向其他的人的手机发送一些抗议的标语 或者是图片 这股反抗的精神也蔓延到了中国以外的地方 比如说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大学当中 在校园里面也好 在地标建筑上面也好 都出现过类似的标语和海报 曾经在伦敦的中央圣马丁学院 一幅海报上流油 到站下车 引旧辞职和再见进平等些字样 一些法国华人还举行了喜迎习主席登基的讽刺表演 而在2023年的2月21号的时候 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北京两会前 中国的山东省的省会济南市有一个万达广场 大楼的外墙就出现了打倒共产党 打倒习近平的大幅的标语投影 这是继彭立发也就是彭在周 在北京四通桥亮出了罢工罢客 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横幅之后 又一起针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突发民间抗议事件 而当事人叫做柴松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表示 他在渠道中南美洲赴美国的走线途中 他用遥控器启动了预先设置在出租屋里面的一个投影仪 完成了投射标语的展示 是在这个两会前夕 在宣布开两会的时间段 我选择了把它投放出来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段是影响力是最大的 我这么认为啊 当然当时从事后的反应来看 到从济南市的反应来看 我觉得我选的那个时间段是对的 他们出动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去处理这个事情 而这样也是中国境内公民首次使用智能化的遥控技术 以及投影标语的方式 在街头来表达反抗独裁统治的政治诉求 另外在今年的7月30号的时候 在中国湖南楼底的新跨线 同样是一座天桥上挂着横幅 也是类似四通桥的标语 不过呢 这一次是挂上横幅之后 旁边啊 有人用喇叭在喊着民主自由选票 等些诉求口号 还有批评习近平独裁的口号 那么除了中国社会当中对于习近平独裁 以及中共独裁的这种政治诉求越来越强烈 而在中共的党内也出现了诉求越来越明确的反对的声浪 比如说在中共的党内就在2024年的北戴河期间 有中共退休的老干部就发出了可能是惹怒习近平的异议声音 大约是在今年的8月5号之后 中国的微信以及海外社交媒体当中就开始流传 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冷截府 指中共高层的一封公开信 呼吁中共主动的退场 以联邦制为框架 海峡两岸共创中华联邦共和国以及联合政府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冷截府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分校的政治系主任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系的中共总支书记 也是中共的退役军人离休老干部 那这一次是冷截府12年以来第三次做出了类似的呼吁 他在2012年9月份的时候 就曾经致信给当时还在位的胡锦涛 以及即将上位的习近平 指出如果要解决日渐分歧的民族矛盾 台湾问题还有六四事件等等 联邦制是最明智的选择 2020年的9月份的时候 他又写信给了中共的政协主席汪洋 建议习近平辞去党政军的一切职务 实行联邦制 解决台湾统一问题 少数民族的问题 还有香港的问题 根据报道说 冷截府这12年当中的第三次呼吁的背景 据说是他在微信当中 得知习近平已经是重病了 也许他认为是一个机会 这表明冷截府对习近平本人 早就已经是失望吐点 不过在中共的三中全会 还有中共元老休假的北戴河休假期间 传出了一系列有关于习近平的 纷纷扰扰的谣言之际 在8月19号的时候 习近平又重新露面了 而中共的党媒当中 又重新加重了韩席量 不过尽管如此 仍然没有能够杜绝悠悠之口 那这是为什么呢 可以想见的是 不只是中国的民间 就连中共的党内 尤其是习近平身边的人啊 都暗自巴布的他赶紧出事 如此有人就渴望取而代之 有些人呢 则可以松离一口气 而所有的内政外交的失败的罪责 就都可以推卸到习近平一个人的头上 只要政坛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或者是中共的党媒 含习量稍微的减少 无论习近平是不是真的出了状况 也无论当局怎么吆喝 这中国民间啊 都认为习近平应该是出事了 或者奸信习近平会出事 不管习近平出不出来 有人要欺而不舍 一如既往的制造和传播一些谣言 看这个架势啊 是不把习近平摇翻 把中共摇倒 是不会罢休的 lige要你不照 下海 justice! JC平这好! 来到海本当1200 cari 来到С af 好 все好 一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